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所有人看了直冒冷汗 而下方配合伙伴 收拾竹子不能有任何晃动 以免破坏平衡 我要能放得开表演 就得全新的去信任他 33岁孔伟和25岁孔祥川合作十多年 他们两个是孔子75和76代 整段表演获得满汤彩 而来到孔楼村 处处可以看见练习杂技的身影 平常也不在家 直到练完了都会了 给大伙扰着都看看 看看都紧了不得 据传最初在明朝 两位民间艺人到此收徒弟 孔楼村有人加入才形成风气 但随着时间 孔楼杂技渐渐失传 从上一辈收2000多名学生 到现在只剩两三个 传承认他们希望 能够把难得的传统文化 继续延续下去 就是测儿里的 这是冲儿里的呀